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致力于利用超导技术打造人工智慧AI运算晶片的初创公司Slowcap Compute完成2300万美元融资 并宣布英特尔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加入其董事会 参与此轮融资的还有Cambium Capital和VSquare Adventures Snowcap的目标是打造出未来能够超越当今最先进AI系统 同时仅消耗极少电力的计算机 为此Snowcap计划使用一种由超导体制成的新型晶片 超导体是一种允许电流无阻力流动的材料 科学家们对超导体有着深入的了解 并且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利用超导体制造计算机晶片 但它们面临着重大挑战为了工作 晶片需要置于低温冷却器中保持极低的温度 而这本身就消耗大量电力 几十年来超导晶片一直未能成功 直到AI聊天机器人引发了对运算能力的巨大需求 与此同时传统晶片的效能已达到极限 并给电网带来巨大的负担 比如辉达即将于2027年推出的Rubin Ultra AI资料中心伺服器 预计功耗约为600千瓦 这意味着单台伺服器满负荷运行一小时 其功耗约为美国家庭越平均用电量的三分之二 SnowCap执行长Michael Lafferty表示 在这种变化的世界中 如果效能提升足够显著 将资料中心的部分电力用于低温冷却器是合理的 他曾在Cadence Design Systems负责蔚来晶片的研发 SnowCap认为 即使考虑到冷却能耗 其晶片的每瓦效能也将比当今最好的晶片高出约25倍 功率效率固然重要 但效能才是卖点 Michael Lafferty说 因此他们正在大幅提升效能水平 同时降低功耗 SnowCap的创办团队成员 包括两位科学家 Anna Hare和Quinton Hare 他们曾在晶片行业研究公司IMEC 和国防公司Northrop Grumman 从事抄导晶片方面的大量研究 此外还有辉达和Alphabet旗下谷歌的前晶片高管 虽然这些晶片可以在标准工厂生产 但它们需要一种尼泰氮化物的特殊金属 Michael Lafferty表示 这种金属的关键成分依赖于巴西和加拿大 SnowCap计划在2026年底前推出其首款基础晶片 但完整的系统要到晚些时候才会推出 尽管开发周期很长 但英特尔前执行长基辛格表示 运算行业需要彻底摆脱目前电力消耗不断增加的轨迹 基辛格曾领导对风险投资公司Playground Global的投资 并加入SnowCap董事会 他表示 如今许多资料中心都受到电力供应的限制 与此同时 据海外媒体报道 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已开始出售该晶片制造商的股票 这是他根据一项计划进行的手笔交易 该计划允许他在年底前出售价值高达8.65亿美元的股票 根据6月下旬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 黄仁勋在两天内出售了10万股 辉达股票 总价1440万美元 黄仁勋的抛售行为 是辉达3月份实施的一项新的10B5-1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已于5月在辉达的季度报告中披露 根据亿万富翁指数 黄仁勋是全球第12大富豪 财富达1260亿美元 几乎全部由辉达股票构成 根据该指数计算 黄仁勋已出售了超过19亿美元的辉达股票 黄仁勋的预先安排交易计划在亿万富翁和高管中很常见 他们希望在不惊吓投资者的情况下套现部分股票 该计划允许他在年底前出售600万股股票 按近期144.17美元的收盘价计算 这笔交易价值8.65亿美元 另外 其提交的另一份文件显示 黄仁勋计划近期再出售5万股股票 亿万富翁 辉达董事会董事马克什·蒂文斯也一直在抛售股票 根据其提交的另一份文件 他于6月中下旬以约880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60多万股辉达股票 今年6月初 这位投资者提交了一份 出售至多400万股该晶片制造商股票的提案 迄今已出售超过200万股 在全球AI运算晶片火热发展的背景之下 6月下旬最新消息 据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富士通Fujitsu目前正研发2奈米CPUMonica 预计将交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不过 富士通也表示 日本出售晶圆代工企业Rapidus 对于确保供应链稳定性来说非常有用 据了解 富士通Monica是一款面向资料中心的处理器 采用基于台积电的Colecel封装技术的 博通3.5D XD-SIP技术平台 拥有36个运算小晶片 其中主要的CPU运算核心 基于RMV9指令级 拥有144个CPU内核 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成制造 并使用混合铜键和HCB 以面对面F2F方式对叠在SRAM Tails上 本质上是巨大的快取记忆体 SRAM Tails是基于台积电的5奈米工艺制造的 运算和快取记忆体堆战 伴随着一个相对巨大的Io晶片 该晶片集成了记忆体控制器 顶部带有CXL3.0的PCIe6.0通道 以连接加速器和扩展器 以及人们期望从资料中心及CPU获得的其他接口 报道称 富士通社长石田龙人日前 在横滨市召开的定期股东会上表示 日本本土晶圆厂 目标量产2奈米晶片的Rapidus 对于富士通来说 能增加先进晶片供应来源 对确保该公司供应链稳定性来说 非常有用 富士通也计划对Rapidus进行出资 总体来看 富士通正研发采用ARM构架的2奈米CPUMonica 预计将在2027年推出 预估将应用于AI资料中心等用途 且富士通正携手理化学研究所 研发超级电脑附约的后级机型 且计划搭载较当前研发中的Monica更强的CPU产品 目前富士通计划将这些CPU委托给台积电代工生产 而石田上述发言的意图应该是用来表示 若能委托日本晶圆厂Rapidus代工的话 将有助于稳定供应链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